大家好 那今天 这一堂课我们会做精神疾病的介绍 那精神疾病其实包含非常多种不同的疾病 以目前的这个盛行律来说 最为广泛的就是情绪和焦虑急患 那因此呢 这一堂课我就针对这个情绪和焦虑急患 作为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那其实我们 不管东方跟西方呢 其实对于情绪都有很早的这个情绪变化的这些观察 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 到底为什么情绪会产生这个忧郁 或等等这些现象 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理解 那在这个西元前五百年呢 其实在这个希腊的这个文明里面 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情绪的这个调节呢 认为是来自于四个要素 也就是我们的血液 我们这个痰液 然后这个flame 还有我们这个黄胆汁跟这个黑胆汁 那实际上当时认为呢 就是如果黑胆汁过多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忧郁的现象 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医学名词 到目前为止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用melancholia 这个字来称呼为忧郁症 那melancholia这个字呢 其实它就是黑胆汁的这个意思 所以 这个就是在古人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 不太明白这个生理的这个真正的激转的时候呢 那的一些想象 那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如果对症状上来做观察 其实就会看到 情绪的这个变化 很显著的有两类的这个病人 一类的病人呢 就是在左边这边 他们会呈现间歇性的这个忧郁的这个发病的这个状况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间那个这条白色的线 叫做情绪的baseline 那往下就是 情绪变得比较低落 往上就是 变得情绪比较高抗 那depression呢 或者unipolar depression呢 就是 它间歇性的情绪 会掉到这个 这个低谷的一个情形 那它 是经过治疗 或是这个经过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 还是会回到baseline 但它可能会反复的发作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 另外一群病人 他就不是只有这个情绪会掉的现象 他也有可能情绪会变得比较高抗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双极性情感异常 或者中文就常常叫俗称叫躁郁症 那特别讲一下躁郁症的躁 其实不是讲烦躁的躁这些事情 他的躁呢 其实指这个elated mood 就是他情绪变得比较高抗 比较活动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这个特别在中文上 我们要稍微厘清一下这个躁的这个意思 所以常常有人说 情绪变得很烦躁 是不是就有躁郁症 其实那个躁 烦躁的躁跟躁郁症的躁是两回事 那总之你可以看到在 这个unipolar depression 跟bipolar disorder 情绪体化里面最常见的一个两个问题 那从这个实际的这个我们对情绪的这个一整年的观察 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示意图看到的结果 那这个是在1995年所发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文章 那这个文章其实这个实验不太好做 就是他必须要对每个受试者 就要求他们记录一整年的这个情绪分数 所以这个情绪分数呢 就如同刚刚说的这个baseline 你可以把它叫做 比如说我们叫01到10分 那5分这个情绪是正常 那1分呢就情绪非常非常低落 那10分就是非常高抗 那对于这个躁郁症的患者 你可以看到他情绪 其实就是有这个高低起伏的这个现象 但他很少就是停留在这个baseline 那相对于这个健康受试者呢 那我们的情绪也是有这些高低起伏的现象 不过大致上呢 都是在这个baseline的这个左右去晃动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我们在情绪上面看到躁郁症 以及这个健康的一个对照的一个现象 那从这个另外一种程度示意图 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去区分不同形态的这些情绪急患 那上面这个呢 是以忧郁症作为这个 它的变化作为代表 那下面呢 这个是跟躁郁有关的这些状况 简单的分类 就如同前两张前所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说一个躁郁症的患者 它的条件一定是必须要情绪有高亢的情形 它可以没有这个预期的这个变化 但是它一定要出现这个躁的变化 我们才能称之它为躁郁症 或者是Bipolar Disorder 所以上面这一块跟下面这个最大的分界就是 所有的Unipolar Depression 它都情绪只有低落的这个部分 它没有这个躁的这个部分 那Bipolar Disorder 就是可能躁跟郁都有 但是只要有躁 它就可以称之为躁郁症 它不一定要有郁 所以躁是这个躁郁症的这个必要条件 那预期就是可能有发生或者是没有发生 都可以 我们先看这个Unipolar Depression的部分 如果这个Depression只有发生过一次 那就是一个Sinkal Epis 而且这个病人 他就是有达到Full Recovery的这个状况 如果这个忧郁症 他重度忧郁症 Metro Depressive Disorder 他经过恢复之后又再度发生 那就是一个Recurrence 但是他在Recurrence的当中 在每一次的这个Recurrence的当中 他其实都有完全的恢复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Metro Depressive Disorder Recurrent Full Inter-Episode Recovery 那如果他在恢复的当中 没有完全恢复到Baseline 他仍然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情形 我们就可以称呼为 Without Inter-Episode Recovery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 治疗重度忧郁症当中 很常看到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区分 如果这个长期 你定下两年的这个时间 他持续的有情绪低落的情形 这个低落 还没有严重到这个重度忧郁症的程度 但是又是一个持续低落的状况 我们把它叫做Distymic Disorder 那中文有时候叫做轻郁症 那轻郁症这个名词 其实有点容易被让人误解 以为说轻郁症 其实这个Distymic 就是给比较轻微的这个状况 其实并不是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任何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我们考虑的不是只有 他在情绪低落当中 最严重的这个程度 也要考虑他持续的时间的这个长短 所以对于这个Distymic Disorder来说 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情绪的这个 严重到像重度忧郁症这么严重 而是他持续的这个低落 会对他的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去理解的一个名字 Distymic Disorder有时候容易被误会 他程度比较轻微 实际上对于这个Distymic 或是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长时间低落的状况 其实会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情绪 就是当然情绪低落 只会持续低落 通常都是有一些外在的 这些Psychosocial的这些原因 所以确实也很常见 他们这些病患 他们的情绪会低落到重度忧郁症的程度 那这时候就是可以看到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ecurrent superimposed on Distymic Disorder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忧郁症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这个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Cyclothymic Disorder 就是最造育症的这个光谱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 我们先从最下面开始看起来 Cyclothymic Disorder 时间一定会超过7天 那相较于这个hypomania 就是它定义就是 大概至少是4天 所以在hypomania跟mania上 除了这个症状严重程度的不同之外 还有时间上面的不同 那Bipolar One Disorder 那定义是一定要有一个 Floblom的一个mania的episode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一定会有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造症的发作 那通常呢 所谓 为什么叫做Bipolar 就是因为它通常会合并 另外一段时间是这个 预期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的情绪 就如同之前 前一个头影片 所跟大家看到 就是它情绪 会有高低起伏的这个现象 如果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 并没有到所谓的Floblom的一个mania 而它只是一个hypomania 那其他时间是一个预期的情况 我们就叫做Bipolar Two Disorder 所以Bipolar One的要件 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Floblom的mania 只要它有一次Floblom mania 那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第一型的造育症的患者 如果它的造育症的状况 都只有hypomania 我们就认定它是第二型的Bipolar Two Disorder 所以一个直观上的1跟2的分界 就是是否它有一个Floblom mania 如果这个典型的造育症患者 就是它有一个造症 那它一定是第一型的 如果一个通常一个第二型的造育症患者 它大部分都是处在忧郁的状况 只是偶尔会出现这个轻躁的这个情形 那这个叫做第二型的造育症 那当然你可以想见 它的临床表现跟第一型也会略有不同 那另外呢 也有一群这个患者 它情绪会有这个些微的高低起伏的状况 有时候但是都不是到这个狂躁 它就只有这个轻躁的这个状况 也不是到重度的忧郁 只有轻度的这个情绪低落的这个情形 那这个我们叫做Psychothymic Disorder 那这个其实在这个流行病学上 也不少见 所以这个就是从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定义这个情绪疾患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看它的病程 跟它的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 这个是我们去分辨情绪疾患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从这个症状上面呢 其实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分类 那以忧郁症来说 那它可能知道会有九大的诊断要件 那这九大的诊断要件里面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核心的症状 它必须它要有这个忧郁的情绪 或者是活力的下降 这个是情诊断重度忧郁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要件 那不论是这个主观上忧郁的情绪 或者活力下降 其实都代表一个忧郁的情形 那什么叫做忧郁的情绪呢 就主观上觉得它的情绪是一个低落的一个情形 就叫做忧郁的情绪 那什么叫做活力下降呢 就是它本来是一个 它Baseline的活动可能就包含 比如它做各式各样的社交 它的工作上会接触到的人 它跟家人的这些状况 那持续活力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它原本能够参与 或者有兴趣做的事情 它就没办法再做了 它就失去了去做这些事情的动机 比如说它可能很喜欢做的一个运动 它就连做的动机都没有 或者是它本来是能够很consistent的去做一件事情 它现在没有动力去做下去 那这个就是动机动力不足的部分 那当然这不管是这个忧郁的情绪 或者是这个活力的这个drive的这个下降 其实都会牵涉到到底多严重才算是 这个界定 所以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那另外呢它会伴随着 忧郁症会伴随一些 这个跟认知功能跟身体 这些有关的这些症状 比如说它可能因为食欲会下降 导致这个体重会减轻的情形 也有可能它在忧郁症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胃口会增加 那导致体重上升 这两个方向都有可能 那大部分来说都是跟这个胃口下降 是比较有关系的 那另外呢就是跟这个睡眠很有大的关系 所以失眠或者是过度试睡 其实是这个诊断忧郁症的一个要件之一 所以睡眠不管太短或太长 都是忧郁症的诊断要件之一 那第三个呢就是 它是不是会容易变得很容易 情绪躁动的这个现象 Psychomotor agitation 这很容易变得生气吗 那很容易变得很烦躁 那这个是忧郁症的一个特色 那这跟灶症的灶 就明显的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第四个呢就是容易变得很疲倦 没有精神 那第五个呢就是容易变得没有价值感 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没有价值 那甚至会有一些不适切的这些罪恶感 也觉得很多事情好像都是自己的错 那第六个呢就是对认知功能产生的影响 或者对人无法专心在一件事情上面 那容易变得这个优柔寡断 那这个甚至呢这个所谓的严重到就是 每天都会发生这种情境 所以还是强调就是说 这些看到的症状其实都 都认定是跟忧郁相关的 可是怎么样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认定它是 这就是一个有点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那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呢 其实可以稍微界定 就是说一旦这些症状影响到日常生活功能 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所以发生问题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情绪有变化 可是并没有对他的日常生活功能造成问题 那我们就不会给予这个疾病的诊断 但这个虽然是一个实物上的做法 但是其实仍然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些情绪的变化 它虽然也许暂时没有影响到日常生活 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功能 但它也有可能累积起来 它就会形成一个真正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一定要符合诊断才要治疗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通常在有症状的时候 又要开始积极介入 那避免这个症状变成一个慢性无法 或者困难治疗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是在优育症症状上面 一个重要的理解 那也许呢 在做优育症诊断条件里面 最关键的或者是最重要 在临床上我们一定要去问的就是 他有没有自杀的想法 那这个自杀的想法呢 就关系到安全的问题 如果你问一个优育症状病人 没有问到自杀 那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医疗疏失 那所以自杀想法就包括 他有没有这个自杀的念头 他会不会因为这个念头 有一个具体的自杀计划 那他有没有任何一些保护的因素 来使得他即使有这个念头 他也比较不会真的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 询问自杀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些面向 所以忧郁症有九大症状 那大家可能在网络上曾经看过 所谓的PHQ-9的这个问卷 那就是根据这个忧郁症的九大症状去询问的 那下面这个呢 这个对应到这个造症的这个 一个诊断条件 那造症呢 其实相对比较好理解 他最重要的核心症状呢 就是情绪会有高亢的现象 那这高亢呢 可以有两种 一种就是情绪变得很嗨 那你也可以理解他情绪变得很 这个易怒 这个易怒跟烦躁还是不太一样 这 Iritable mood就是指他 一个容易生气的 容易很暴怒的这种状态 那不管是易怒或者是高亢 都可以是诊断这个 造的这个核心的要件之一 那时间上呢 就必须要能够维持至少一个礼拜以上 那重度刚刚提到重度忧郁症呢 目前认定还是两个礼拜 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人为界定的一款 一定要两个礼拜以上 才算是重度忧郁症嘛 这其实是一个 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问题 平床上我们其实不那么严格的去 用那两个礼拜来界定这样一个事情 那研究上我们要很界定很清楚 可是平床上到底需不需要治疗 不会因为一定要两个礼拜以上 才说这个需要去介入 那造症同样也是如此 那虽然我们就是manic episode 的定义是超过一个礼拜 可是其实你常常可以看到 四天跟一个礼拜 其实有时候界限不是那么那么清楚 那除了这个情绪高亢跟易怒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症状 是跟造症相关的这个核心症状 比如说他这个 他可能会觉得他自己变得很厉害 他会有这种夸大的这种想法 Gran D. 阿斯提这种高至尊这种 Gran D. 比较觉得自己变得很厉害 他可能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的代言人 或者是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到 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那当然这有非常高的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其实平常也通常会觉得很有自行说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但是这种程度上面跟造症的Gran D. 阿斯提 其实还是有一些些落差的 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就会睡得很少 所以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失眠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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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失眠是你想睡但是睡不着 那 这个失眠是你想睡但是睡不着 那 这个失眠就是你不觉得想睡 也没有睡得很多 所以跟他的需求跟Drive 是有很大的这个作为我们分界的这个重要的点 那所以造医症常常看得到 他可能只有睡两三个小时 他就觉得他精神很好 他不用再睡了 那他也不觉得因为这样 他有觉得有失眠的做个状况 那实物上 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些造医症的患者 他会抱怨他的睡眠品质不好 但是他确实他的睡眠需求会变得比较少 那 那第三个呢就是会比较 讲话比较多 变成hypertorctive 就是本来 化量跟音量可能都会比平常来的多跟大 那 第四个呢就是想法变得容易比较跳跃 可能一下就跳从A跳到C 而不是我们按照一般的逻辑 就是A到B到C到D到E 他可能会跳来跳去可能A B C D E 可能就会比较混乱的方式 呈现在他的脑海的知序里面 我们叫做flight of idea 那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他觉得思考变得很快 就是好像 思绪像 加速箱子在不停的转换 我们叫做thought raising raising salt 这是常见的一个症状 那 第五个就是容易分心 容易分心跟不容易专注 只是这还是有点两件事情 不容易专注就是想专注但是没办法专注 跟睡眠有点像 那distributability就是他根本连想专心都不想专心 他的专注力很容易 因为各种事情就被分散掉 那 第六个呢 就是 他可能会产生很多 这些目标性的这些想法 比如说 我 简单讲就是 我这个也想做 那个也想做 每个都想要多去完成 那 这个就连结到前面的这个 这个flight of idea 跟raising salt 因为如果他的想法很多 又很杂 那他又想要 他又因为这个 这个 grandiosity等等因素 他想要 觉得每个事情都可以完成 他就会产生这些 goal directed activity 比如说他就会 说我一定要 我要去做 可能这个病人就会说 平常他本来不会做这么多 风险性的这个投资 那可能现在就会做 非常多 风险的投资 那 又不会去管 这个跟他 平常会故意的事情 那 那另外就是可能 他就容易激动 所以这个是 他第六个这个症状的一个 一个特色 那 第七个呢 就是他可能会 去参与一些 高风险的一些 但是他可能会 产生一些 就是 他可能会 追求一些 这个 让他产生快乐的这些事情 但是他可能通常是高风险 比如说 刚刚讲的这些 投资啊 buying spirit 他会买一大堆的东西 那 本来他是这个 有节制的这个人 那他现在 照正的情况 他可能就是 就是什么东西都想要买 会花 一向花很多钱 或者就在性方面呢 就会变得比较 很腐烂 那或者就是很多这些 错误的这些 投资的这些决定 那这个就是 在造症影响上 可能会发生这些行为 所以 忧郁症跟造症 其实 在行为的观察上 是还蛮清楚一致的 但他的关键 他的困难就在说 我们怎么去 客观的去定义这些症状的 严重程度 那另外一个要常常要去区分 就是说 这些情绪的症状 是有没有可能是某些原因造成的 他是因为药物的影响呢 还是是因为这些 其他的这些生理的疾病 所造成的 所以 比如说 这个低甲状腺 甲状腺功能异常 也可能会产生这个 忧郁的这个症状 那或者是 某些药物 像以前一个治疗 高血压的老药 叫Rexerpine 他也可能会产生这个 忧郁的症状 所以 反过来说 有些中疏神经兴奋剂 也会产生一些 类似像造症的症状 所以 我们要去区分说 这个情绪的症状 是否 是来自于药物 或者是疾病的影响 那 另外来说 比如说 像这个老年忧郁症 常常有可能是 这个神经退化疾病 所造成的 或者是中风 也常常会合并这个忧郁的症状 所以 这个Secondary mood disorder 跟Primary的最大区别就是 Primary 意思就是 他是 情绪的表现 并没有可以归因的这些 药物或者是疾病的这些因素 那 Secondary 通常都是 Secondary to a specific 这个 Pathological condition or drop 这个是Primary 跟Secondary 最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在诊断 这个情绪疾患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 他症状的严重程度 发病的时间的长短 以及他这个症状的分类之外 我们对上也要考虑 它是一个Primary 有Secondary 这个Disorder 那在重度忧郁症呢 其实 这个终生的盛行率 其实不算低 是 以不同年龄层全部 这个加起来呢 可能可以到 这个百分之十六点二 那 那 这个是从 长时间的 从长时间的角度 来观察这个 忧郁症的这个盛行率 如果 以任何 某一年来说呢 那可能 大家可以估计 这是 特别是在美国 可能有百分之六点六的人口 他是有重度忧郁的现象 所以 这个盛行率 其实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都会略有差异 那 常常在 东方跟西方 在这个比较上面 就会 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 那一般在 东方的文化里面呢 对于情绪 通常都是 比较保守的 所以 我们在 东方的这个 重度忧郁症的诊断上面 确实可能会有一些 低估的现象 不过这个情形到 目前来说 也 也慢慢在改变当中 所以其实 不过无论如何 在 世界各国 对重度忧郁症的 这个盛行率 其实 大约都是在百分之五左右 那这个 这个是大致上的一个水准 所以 你台湾如果估计 有两千万人口来说 那可能就是 会有十万人 会有这个忧郁的这个情形 那 重度忧郁的这个状况 那另外呢 就是 重度忧郁症有一个特色就是 在青少年时期呢 那 基本上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是一致的 但是在青春期之后 这个 女性 发生忧郁症的机会 就会高于男性 那这个确实可能跟生理 这些病患是有关系的 也是在性别跟情绪疾患的交互作用上面 研究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 常常会觉得说 这个忧郁症呢 其实他 除了自杀这件事情以外 好像 也没有 对身体的疾病 产生立即性的影响 比如说 我们常常会觉得 因为我今天量到一个血压很高 你可能就会紧张说 为什么会有高血压 是不是得了哪些严重的疾病 或者是有什么病需要去治疗 但是常常当情绪有变化 不管是低落或者是灶的时候 没有那么立即的这个感觉 好像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实际上 你可以发现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 这个忧郁跟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那这些忧郁跟灶 它会造成 这个一个人 他的生活上面 各个方面都会很大的影响 不管是人际关系 工作的表现 以及这些睡眠 还有胃口这些变化 所以它其实累积起来 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 那也就是为什么呢 忧郁症其实是一个 disability的一个 leading cause 所以我们常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内科疾病 像高血压糖尿病 是一个很需要去立即解决的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 其实常常忽略的这个心理健康 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要去解决的一个东西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 其实躁郁症呢 其实就相对的盛行率比较低 那它大约是占1%的人口 那同时如果相对于这个忧郁症呢 它的症状的这个变化比较多 那躁郁症呢 通常症状的稳定性比较高 那即使在不同的文化 你可以看到类似的观察 那同样它在男性跟女性比例上 也是相当的 所以从这一点 你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到 其实躁郁症跟忧郁症 它在病理机制上 可能有很明显的不同 那实际上呢 躁郁症呢 确实跟所谓的思觉失调症 以及到清晨生裂症的盛行率 跟男女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 同样的在思觉失调症 也是全世界的范围 大概大约都是1%的盛行率 那这个 它的男女比例在思觉失调症 也大约是1比1 那躁郁症呢 虽然女生有时候 在某些文献统计起来 会比男生多一些 可是实际上 在统计上 难以比例 大致上还是相当的 那从这个家族史上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躁郁症跟精神分裂症 自觉失调症的接近的程度 所以 以这个家族研究来说呢 这个recurrence risk ratio 就是理解为 如果是红卵双胞胎 一个人有生病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 得病的机会有多大 所以 百分之百会得病呢 还是只有百分之十六 或者其他的状况会得病 所以以这个重度忧郁症来说呢 同卵双胞胎 他在另外一个生病的情况下面 他也得到重度忧郁症的机会 就只有百分之十六 可是 在这个精神分裂症 跟躁郁症 就可以到百分之五十 到六十左右 那同样的在兄弟姐妹 如果有一个人有生病 重度忧郁症 能够会生病的机会 另外一个兄弟姐妹 生病的机会是百分之二到三 那在这个精神分裂症 跟躁郁症 就来得比较高 是七到九个这个percent 所以 从这个风险值来看 确实 这个躁郁症 跟思觉失调症 两个是有可能有类似的 这个病理机转 而这个忧郁症 可能有一个不同的机转存在 那目前 对于这个忧郁的情绪呢 我们在大脑的功能理解上面 有几个比较常看到的区域 包括这个orbital prefrontal contact 就是前颜叶下缘的部分 以这个前颜叶上侧外缘的部分 叫多所 lateral prefrontal contact 这个区域可能是目前研究 这个重度忧郁症 特别是在治疗部分上面 常常琢磨最多的地方 那现在很多的新的这些治疗方法 包括像是 金颅瓷刺激治疗 通常都是在刺激这一个区域 那 另外呢 在脑部比较深层的位置 包括像是 阿弥达拉 跟Hippocampus 也是常常在 很多研究都会报告 在情绪疾患有异常的地方 特别是阿弥达拉 它跟这个恐惧的这些记忆是有关系的 所以 常常在包括像是 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以及又有一阵 很容易看到阿弥达拉这些活性 活动量 一阵是体积会有一些改变 那另外一个很常碰到的这个区 就是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那前扣带回 前扣带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这个 有点像是 资讯 传输处理的这个中枢 所以 这个部分如果产生问题的话 对很多 这个 情绪调节的pathway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在很多忧郁症的研究里面 也会发现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区域 那我们先从这个 ACC这个区域 开始讲解好了 那ACC呢 其实是在 忧郁症的跟造医症的研究里面 都常常被一致性的被 发现 会被提到的一个脑区 那他ACC有分成两个子区域 一个就是 Rostro跟Ventro的一个 subdivision 那一个是比较头部区域 是Caudal的一个 subdivision 那 Rostro跟Ventro的 subdivision 通常是跟 情绪跟和自律神经的调节有关系 那因为他基本上 这个区域会连结到 Hippocampus Armygdala 跟Orbital的 Prefrontal Cortex 所以这两个区域 其实他 跟这个 情绪的调节 是有一些不同之处 的地方 那 那 对于Armygdala 跟Hippocampus 常常就会发现 在忧郁症 Armygdala 这个体积可能会增加 而且他的 activation 他的脑区的活动量 也会增加 那通常都是跟 躁郁症 忧郁症 以及 一些 Anxiety 焦虑疾患 是有关系的 那 反过来说 Hippocampus 就常常发现 就是会有体积减少的现象 不过 Hippocampus 的这个体积减少 通常就是 对应到 这个认知功能 这个变化 那 确实呢 在 很多不同的疾病的研究 都会发现 Hippocampus 有一些 很明显的这些变化 所以Hippocampus 这个变化 可能不是 对于这个忧郁症 是这么一个 专一的变化 它可能 是一个 后果 而不是原因 但对于来说 到底这个因果关系 要怎么界定 其实还是一个研究 一个 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 很多功能性的研究 都会发现 当受试者 看到这个恐惧的这个影像 之后 以及对于这个一般的影像 作为对照 就会发现在 在 阿弥陀拉这个位置 它有一些 activation的这个现象 这个是 很多功能性的这个研究里面 会看得到的事情 那这个在 在 在忧郁症的研究里面 常常被提及 那这个图 是从教科术里面的图 去 揭取出来的 在Principal Neural Science 这个教科术里面的一个图 那 所以 如果要把这整件事情 连在一起 我们就 一定要去谈到 这个所谓的 hypothalamic pituitary adrenal axis HPA axis 那这个axis 其实跟压力的这个 反应的调节 有很大的关联 那几乎所有的这些情绪疾患 在临床上面 你都可以 看到它跟压力的变化 有很大的关系 那很多病人 他其实 在恢复期 其实也都维持得很好 可是当一个 急性压力来的时候 就会诱发 他疾病的再发生 所以 显然 我们如果去调节 压力这件事情 跟我们 会不会得到 忧郁症或躁郁症 甚至是一些焦虑疾患 有非常大的关联 那这个HPA axis 可以理解 是从这个 阿弥陀拉 Hepocampus 一直到 Pitreatary Glam 一直到 Adrenal Crotis 上一个连结的 一个过程 在Hepocampus 里面 我们 有一个重要的 调节 就是 它会分泌 Cortico-releasing Factors 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s 那这个 CRF 是接受 来自于 阿弥陀拉的 刺激 它也同时 也接受 来自 Hepocampus 抑制的 讯号 所以 当 阿弥陀拉 活化的时候 它就会 产生 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s 表示我们要 有一些反应 要来面对 这个 有压力 或者是 一个fearful的 这个状况 那 一般来说 这个 CRF 它会 刺激 脑下垂液的 前液 然后 分泌 Adrenal Corticotrophic Hormone 叫ACTH ACTH 这个 Hormone 它会经由 血流的 传送 到 Adrenal Cortic 腎上腺 Adrenal Cortic 产生 Glucochloricoids 也就是 Colysol 这些变化 这整个的 Axis 其实 除了受到 这些神经的调节之外 它也受到 Circadian rhythm 的调节 所以 我们一般来说 在白天 有比较多的 Glucochloricoids 的分泌 到晚上的时候 这个分泌 就会减少 它会呈现 日夜周期的变化 另外一个重要 就是 Glucochloricoids 它也会反过来去抑制 CRF 的分泌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negative 的feedback loop 也就是说 我们不会无限制的 一直去 刺激 Pitreatary 分泌 ACTH 的分泌 让这个 Adrenal Cortic 分泌 Glucochloricoids 它其实是有个 负向回馈 使得 分泌可以保持平衡 如果 这个平衡 被打破的时候 比如说 像 Cussian disease 那 会是在 Pitreatary 产生一个 tumor 它会 不受到抑制的 去一直释放 ACTH 那 它也可能 就会产生一些 情绪的问题 比如说 Depression 跟Insomnia 所以 这个就是 在整个 生理调节机制上面 我们会发现 其实不管是 忧郁 躁郁 或者是 焦虑急患 都跟HPA axis 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关联性 回过头来 就是 我们就稍微 探讨一下 就是说 那到底 这个 如果有忧郁症状的时候 那 它 我们是怎么找到 它的治疗方法 那 这可以分两条线来说 一条线 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 从一个 一些高血压药物的观察 就发现 原来 可能忧郁的 这个病理肌转 跟 这个Monoamide 是有关系的 那 1950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Reserping这个药 那 它是一个 会抑制 Monoamide的一个 一个药 那 Monoamide就包括 这个 前面神经传导物质的 可是提到 包括 Selotin Dopamine 跟Norapinephrine 这类的神经传导物质 那 Reserping呢 他就希望透过抑制 这个 Norapinephrine 等等 这些 会造成血压 上升的 传导物质 来 抑制高血压 那 所以他本来是 治疗高血压的药物 结果就发现呢 大概有15%的病人 在用了 这个 Reserping这个药之后 就产生了 忧郁的症状 所以也因此呢 就 让科学家就想到说 到底忧郁症 是不是跟 Monoamide 是有关联的 那 那 所以 Reserping减少 这个Norapinephrine Selotin 跟Dopamine 这件事情呢 确实就使得 这个Neurotransmitter 研究 就开始蓬勃 发展起来 但是真正 对忧郁症的治疗 产生一些发现 倒是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意外上面 那在1951年呢 那个时候 其实 有一些药物 被尝试来 治疗这个 被结核 包括Isonizy 这个药 那这个药呢 它本身是一个 Monoamide 的 一个 Acidation 的Inhibitor 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 神经传导物质 在这个课里面 大家可能应该知道说 它除了会被再回收 再利用之外 它也会被分解 所以如果你可以抑制 它被分解 这件事情的话呢 那你是不是就有可能 会增加Monoamide 这个浓度 所以 本来 Isonizy 这个药呢 它是来治疗肺结核的药 但是它因为 它具有这个 MAO的 Inhibition 这个能力呢 所以它就意外发现在 在这个治疗肺结核的这一群病人里面呢 它有病人的情绪 有明显的改善的现象 那 所以 也因此呢 它后来就另外再做了一个 就是非肺结核 就是没有肺结核的这群病人去利用 这个MAO Inhibitor去治疗这个 这个临床试验 那就确定 确实 这个MAO的这个Inhibitor 对于治疗这个忧郁症 有一些帮忙存在 那 那这一类的药呢 目前已经没有在使用 因为这类药的副作用还蛮大的 所以 后来 再透过这个Monoamide的研究 就确实找到很多 治疗忧郁症的这些基转 那这些新的基转 它治疗效果比较好 那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少 所以就取代了最早 我们发现这个抗忧郁药 这一个 这个部分 所以呢 这个 对于这个 忧郁症的这个治疗呢 其实最重要的假说 就是这个Monoamide的hypothesis 那前面提过的Monoamide 就包括 Serotonin Dopamine 跟Norabinephrine 所以 这几个传导物质 确实就跟忧郁症治疗 有非常明显的关联 那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 这个 Monoamide 它 会在这个 Presynaptic 这个 Vesicle 释放之后呢 会 接到这个 Post-Synaptic 这个Receptor上面 那 这个释放出来 这个Monoamide 就会经过Monoamide 这个 Acetation的 这个enzyme 去把它给分解掉 所以 除了回收呢 它也可以 调节 利用这个分解酶 去调节它的量 那么 在这个忧郁症的情况下呢 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它的 分解煤的过度的活跃 使得它的量减少了 或者是 这个 回收的 这个 医治呢 太过于 这个 这个 旺盛 所以它的 回收太多 所以它只是 这个突出间隙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Monoamide 的量不够 所以 第一个有可能是 制造变少 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制造变少 或者是 分解的太多 或者是 回收的 这个 这个过程 这个太多 通常呢 我们目前会认为 是因为制造的过程 产生问题 并不是这个 分解或者是 回收的过程 造出问题 导致这个 忧郁症 那这个是在 Monoamide的 hypothesis里面 我们常常会去理性的 一些事情 所以 显然这个Monoamide的制造 还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事情 那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的原因 就是 那如果 这个 Monoamide的 这个量减少了 也会导致 这个 这个 CNATIC上面的 receptor 数量会减少 它有一个 Done Regulation的 一个现象 所以 目前也有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说 也许这个Done Regulation 这件事情 还是真正造成 优异症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 所以 我们不能 有时候不能很直观的 从一个量上面 多少去理解 但是 至少我们在治疗上面 可以透过这个 分解酶 以及这个 再回收的 这个 酵素的干扰 去达成我们治疗的效果 所以 如果你可以去抑制 这个 receptor inhibitor 让它不要再回收 你相对就可以 比较增加 比较多 这个传导物质 在突出间隙的浓度 同样的 如果你让这个 分解酶的作用 比较能够被抑制 它 比较少被分解 你也可能间接增加 这个突出间隙的浓度 所以这个 MAO的Inhibitor 就是前面这张头影片所提到的 它是意外被发现在肺结核当中的药物 具有这个MAO抑制的作用 使得它有抗忧郁的这个效果产生 但是因为副作用的关系 所以现在 就不再使用这个药物 我们目前的作用机转 几乎都是在这个 Reuptate inhibitor 这个抑制上面 去做抑制 那这个Mono Ami 有哪些关系呢 那它的关系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这个 我们有 Serotonin 就是5HT 跟 Opamin 跟Norapine Nitrin 这三大 这个Mono Ami 那 Serotonin 一般跟 自杀 跟冲动 是比较有关系的 那同时 它也跟焦虑 这个 这个 这个情绪的认知症状 以及这个 这个睡眠 跟这个 身体质性的这个Drive 是有 一些关联性存在 那同样的 Dopa 它 最有关系就是 跟它的Drive有关系 就是Psychomotor 的Activity 简单讲 就跟动机 有Motivation 这件事有关 同样的 在Norapine Nitrin 也是类似 是跟Energy 跟动机 是最有关联的 那 这三大的 这些Mono Ami 其实都有一些 交集 跟联集的地方 所以 以这个 Serotonin 跟Dopa 它都共同 对这个Drive 跟这个 认知共能的现象 那 所以 以这个 认知共能来说 就是跟 Serotonin Norapine Nitrin 都最有关联 那 Norapine Nitrin 跟Dopa 就是跟Motivation 有一个联集 有一个交集 所以 所以 这个是 每一个 神经存导物质 它有一个 它对 临床症状的 一个关联性存在 那 这个Serotonin System 其实是一个 相当复杂的 回路 但它基本上是 从 Rostro-Raphae Nucle 这个地方 所发出来的 这一个 讯息 那 这个讯息 它可以延伸到 非常广泛的 这个区域 包括到 Hypothalamus 包括到 Cortex Salamus 跟其他 Hippocampus 这些路径 那 另外一方面 Raphae Nucle 其实 在生存的部位 包括像Salamus 跟Hippocampus 还有 Hypothalamus 都有一个 很明确的连结 那 所以你就可以去理解 当 这个Serotonin System 某一个 Pathway 出问题的时候 它会对应到的 临床症状 如果它是 影响到 Hypothalamus 那它可能就会 产生日夜周期 Circadian reason 变化 可能会产生 失眠的情形 那 如果是到 Frontal Cortex Nu 那它可能 就会产生一些 认知上的 情绪的 这些症状 如果是到 Hippocampus 这个Pathway 出问题 它可能就会产生 这些专注力 记忆力 不好的这些现象 那同样到 Salamus 可能也会产生 这些热智功能 改变的这些情形 所以Servitonin System 其实是一个 相当 非常复杂的 一个System 那我们对于 这个Servitonin 这个药物的治疗 就会针对 它的这些 作用的激转 来做治疗 所以 这边 123456 就列出了 这个Servitonin 从 这个前驱物质 Tryptophen 进入之后 它的制造 转化为 VHT 以及 它并送到 这个Vesicle 里面 以及 这个 然后 它的释放 然后 它的回收 再利用 它的跟后面 这个 Resentor的接触 以及 它进入之后 分解 整个过程 所以从这里面 可以看到 蓝色的 这三个区块 就是跟治疗有关系的 我们先讲 这是跟 这个 幼医院的病理疾传 比较有关系 前面提到 这个高血压 1Reserpine 它就是影响到 这一个 Servitonin 的这个储存 跟 这个释放 所以 它会减少这个Selotonin的储存 使得这个释放的量减少 那也就间接 让一部分的病人产生忧郁的症状 那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你可以刺激这个Selotonin vesicle的释放 你有可能就是会去治疗这个忧郁症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忧郁症药物的发展 不过大部分的忧郁症治疗 都集中在5跟6这两个机制上面 6呢就是前面提到这个Isonezy 就是这个治疗肺结核类的药物 他们后来就发展成一个 比较纯粹的这个MAO的Inhibitor MAO呢会就是分解这个Selotonin 如果你可以抑制这个MAO 那它你就可以减少这个Selotonin的分解 相对的你就可以增加Selotonin在这个突出间隙的浓度 那这是其中一个机转 那这个机转的副作用比较多 所以目前最主要的机转都集中在这第五个这个方块上面 第五个方块呢就是去抑制这个Selotonin的Transporter 那这个Transporter会把突出间隙的这个解心素呢 就是在运送回到这个Pre-Synaptic这个Region里面去 那如果你去抑制了这个Transporter就代表 你就释放出来这个Selotonin 就不会比较少的比例会再回到这个Pre-Synaptic这个Cell 那比较多会留在这个突出间隙 那就希望可以增加这个突出间隙这个Selotonin的浓度 所以从这个Selotonin的这个制造这个Pathway 你就可以去理解这个我们哪些环节可以拿来治疗这个忧郁症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是这个Noradrenative System呢 其实也是一个治疗忧郁症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经传达物质 那这个Noradrenative System呢 是来自于这Locus Ceruleus 蓝核这个区块 那它同样的也会连接到很多这个Cortical跟Cortical的Region 包括Thalamus,Hypothalamus,Hypothalamus,Hypocampus,Neuroprotex 所以不管是Selotonin或者是Noradrenative or Dopamine 它们其实都会连接到很多共同的区域 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区域其实都是治疗忧郁症的 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同样的 对于这个Noradrenative or Dopamine的这个制造呢 也是有一个 从这个制造的这个释放的这个流程上面 我们就可以去找到 相对应的治疗的这个基转 所以 从123456这几个环节呢 跟Selotonin类似的地方就在于说 我们可以去抑制这个分解 Monoamide的这个 Acidation这个Enzyme 去增加Monoamide的浓度 同样的 我们可以去抑制这个 Noradrenative or Transporter 来增加这个Noradrenative在突出间隙的浓度 那这个这两个就是在治疗上面 我们开发上面会有共同的基转 那另外呢就是 我们也可以去 刺激这个 这个Transporter 所以 那刺激的作用在就是 Reverse这个Normal Direction of Transporter 去制造这个Noradransporter这个方向 那一般来说像 Anvitamin 跟这个 治疗 助力不集中过动症 所在甲基Anvitamin就是用这样的基转 它是 Reverse这个Transporter这个方向 来使得这个 传导物质的浓度可以增加 所以 从这个 一个 路径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哪些路径是有可能可以来作为 治疗的一个方向 那可能常常会有个问题 问说 那么到底 这个 抗忧郁药 如果是 可以 间接 应该说可以间接增加这个 突出间隙的 神经传达物质的浓度 那为什么 我们并没有办法 吃了这个药之后 情绪就会有立即的改善 平常常常可以看到 这个横轴是时间 那这个 用药之后呢 才能需要经过 两周到三周的时间呢 这个情绪才会 从这个 比较沮丧的这个脸 变成这个笑脸 这个改善的这个状态 它并不是在使用这个 antidepressant之后 当下 就会有这个 立即的改善 它需要一段时间 那这个 这一段时间 显然就 无法用这个 突出间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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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转 你还是无法成功的接到这个 receptor上面 那也就是说 sensitivity不够好的情况下 就算你有讯号 它也传不过去 但抗忧郁药的这个作用之下 会让这个neurotransmitor增加 在浓度增加情况之下 我就可能可以改变它的sensitivity 使得本来需要很多的 这个receptor来接收 到这个讯号 我可能就 你的这个receptor downregulation 只要一两个就可以接收到讯号 那这个可能就是 真正治疗忧郁症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改变这个receptor sensitivity 可以作为这个忧郁症治疗基转的一个解释 那这也就间接去解释说 为什么要需要两周的时间 才能够去治疗这个忧郁症 那从抗忧郁药的发展 就如同之前提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抗忧郁药的作用基转 都是集中在这个抑制这个re-uptake 这个enzyme上面 所以如果你去抑制这个sirotolin的transporter 就是sirotolin re-uptake这个enzyme 你就可以去间接增加sirotolin 在突出间隙的浓度 同样的如果你去抑制这个norepinephrine的transporter 这个re-uptake这个机制 你就可以去间接增加norepinephrine 在突出间隙的浓度 所以从这些抗忧郁药呢 我们常常就叫做可以根据它的基转来命名 所以所谓的sri就是serotolin的re-uptake inhibitor nri就指的是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 dri就是指docomin re-uptake inhibitor 上面列出来的这六个药物 都是属于sri以及有部分的nri 所谓的ssri就是指的说 我们希望能够selectively 就是做serotolin的re-uptake inhibitor 所以最早的百忧郁药呢 其实它同时具有sri跟nri的功能 但是在药物的发展当中呢 从这个peroxidin,citralin 跟fluphosamine 跟cytaloprene 到比较新的cytaloprene 你会发现 它具有越来越纯粹的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这个功能 它去掉了一些其他不相干的 这些神经传导 或者是身体这些nri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cyp就是肝脏的这些分解酵素的 一个重要的系统 如果你去影响到肝脏的酵素分解系统 你就可能会使得这些 这个药物比较容易跟其他药物会有些交互作用 所以另外来说 假设你这个药具有一些其他 像Mascarinic这些作用 或者Alpha这些作用 你就可能产生一些不相干的副作用 比如说这个药物就比较容易嗜碎 或者是药比较容易有血压的这些变化 可能会头晕 然后这些副作用会产生 所以这个SSRI就是selective or toning beyond the inhibitor的发展 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其他这些不相干的 或者说不希望发生的这些副作用 然后只专注在这个SRI的意志上面 所以同样的其他药物包括这个NRI或者DRI 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进展 那因为我们这个课其实是一个概论 所以并不是要详细介绍这个药理学 我想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知道说 我们在药物的发展上面 其实是透过Monoarmide hypothesis 然后去探究这个Monoarmide 在神经传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哪些环节 我们可以作为去治疗的一个target 然后才产生这个相对应的药物的研发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发现 很多精神药物的研发 其实是一个意外 包括Monoarmide acetylion inhibitor 是透过抗肺结核的药物所发现的 好,那 罩位医生的治疗呢 也牵涉到几个常用的这个药物的种类 包括这个里盐、Lithian 或者跟抗癫痫药 以及这个抗精神病药物 那特别提一下这个 除了里盐跟抗天赤药之外 你会发现 造育症呢 其实也可以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那这个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另外的indicator 就是说 也许造育症跟精神分裂症 在病理基础上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所以 这几个药物呢 同样的因为不是药理科的关系 我就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这几个药物 它的一些机制 跟它的发现的过程 那里盐这个药物呢 那里盐这个药物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里金属这个 这个盐类的这个成分 所以它不是一个纯金属的成分 它是经过里盐跟其他集合 比如说像Sodium 叫做NACL 所以是钠的一个盐类 同样的锂也是同一系列的这个金属 所以它也能够跟一些具有负电荷的这个锂子来结合 所以Lithium呢 其实最早在1960年代就知道说 它有一些嗜碎的这些效果 所以最早它是拿来作为这个 这个安眠药物来使用的 但是它的负重很多 所以其实也不是很好用 那甚至呢 这个1940年代呢 他们在这个心脏疾病上面的进展 就发现了 如果你盐吃了太多 你就产生高血压 那我可不可以拿里盐来代替这个 平常使用的食盐 就发现因为这个负重实在太多了 所以这个其实效果并不好 那很快就放弃这个想法 那但是因为一直这个里盐 我们知道会造成这个嗜碎的这个作用 所以在1949年的时候 就在动物实验上面 那就因为这个嗜碎的这个作用呢 我们就想那时候在海军的研究部门就想说 可不可以拿来治疗这个造症 所以这个临床试验 一开始是在这个海军的研究部门里面进行的 那美国海军其实做了很多重要的临床试验 那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这个 Naval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founding的一个agency 那当时呢 1949年就确实成功的利用里盐来治疗这个Qmania 他虽然当时的出发点是想要治疗这个嗜碎 可是其实后来就发现 里盐其实在治疗mania基转上 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存在 虽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太清楚 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病理基转 但是他确实跟这些 一些这个神经传导的这个调控 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这个 这个调控的通道是很有关系的 那跟里盐相关的也就是中英格 对于这个 这个传导这个通道的这个改变 就是G protein system 那这个改变其实相当复杂 其实对真正他如何改变 其实目前也没有完全理解 那我们都知道说 里盐对于这个神经传导物质 接到receptor 之后 以及它下面一连串的 这个活化的这些G protein pathway的改变 其实有很大的关联 那另外呢 在几年前 就是台湾的中研院的政派教授 他是一位精神科医师 他透过这个全台湾大规模的 这个躁郁症病人的收案 他们去测量他们的基因型 也发现呢 这个里盐的治疗疗效的这个好患 这个基因的基因型是有关系的 那Gb我不知道是跟神经的安定是有关联的 所以也许就可以解释 里盐为什么可能会有嗜碎 以及神经安定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里盐在治疗造育症上面一些可能的基转 但是坦白讲目前到目前为止 这个基转还不是非常的明确 那另外一方面 从相同的逻辑 你当然也可以想象 如果你可以让神经安定下来 就可能可以治疗这个造症 那所以1978年呢 这个FDA就通过这个一些抗天险药物的这些治疗 包括Valproic acid 那中文叫做D-8D 那1996年呢 就通过他就才治疗这个造症 那他通常都会造症比较有效 对造育症的预证就比较没有效果 那他同样也会 他相对里盐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治疗范围比较安全 他的浓度范围 在体内浓度的安全范围比较大 里盐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所以在调整里盐 所有的浓度要 这个里盐浓度是一个重要的追踪的一个依据 当然同样的在抗天险药 也是要追踪它的药物浓度 太高还是会有副作用的产生 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这些副作用 通常都跟快速浓度的改变很有关联 比如说有些抗天险药 会造成Steven Johnson 严重的皮肤溃烂的这个状况 所以 一般来说 抗天险药物呢 通常对于这个 Brabbit Cycling或者是 合并一些精神病症状的造症 是比较有用的 那里盐呢是对于一些比较纯粹的造症 那是比较相对来说效果比较好 那前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抗忧郁药以及抗造症药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以及他们忧郁症跟造症的一些病理机转的一些介绍 那后面这个段落呢就会 就是focus在这个焦虑的急患上面 那焦虑症呢其实是一个 这个更非常heterogeneous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光谱 那我们现在在讲焦虑疾患之前 我们先讲什么叫做焦虑 焦虑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经验到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焦虑是一个 很多时候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在 我们当然会对一个事情 或者一个东西感到焦虑 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相对应的行为 去缓解我们的焦虑 所以它对我们去完成事情 或者是去做一件事情 是有一些帮忙的成分在里面 那它是一个我们的内生性的反应 那因为焦虑呢就会 可以诱发我们这个HPA axis 所以它会让我们产生能够更多的专注 以及更多的活力在解决的事情上面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但是一旦这个焦虑太过头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那这些焦虑的急患呢 零零种种呢 大概可以有这些不同的这些类型 那一个一个来说 就是有panic disorder 就是所谓的恐慌症 那phobia就是所谓的畏惧症 那通常非聚症都会对某些事情 产生一些畏惧的现象 比如说聚高症 或者是幽闭空间的恐惧症 那有些是聚矿症 比如说一个人在空矿的环境 也会感到不舒服 那有些人可能会畏惧一些特定的事情 比如说可能是水啊 或者是狗啊 或者是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什么叫specific phobia 那另外有叫做 可能对社交产生一些焦虑的现象 特别叫做social anxiety disorder 社交的畏惧症 那另外如果没有针对特定的事情 产生焦虑的感觉 我们就会叫做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那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不太精确的一个诊断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过度的这个焦虑 比如说可能过度担心这个小孩 他的考试的情形 或过度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有时候就会落入这个GAD的这个范围 那我们先挑过OCD 那先从右边来说 那如果这个病人有这个很强烈的 或者是曾经经验到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创伤的刺激 他不见得一定是受到创伤 他也可能只是看到某一个人的这个创伤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他可能目睹了重大车祸事件 或者是他目睹了一个重大的灾难 这也是一个创伤的刺激 他就可能产生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因为叫做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那当然任何压力都可能会有一些急性变化 就是Acute Stress Disorder 那也有可能这些压力是从一些其他内科原因造成的 或者物质也会造成这个压抑的 这个Anxiety疾患的状况 所以很多都是Primary的这些问题 那右下角的一部分是属于Secondary的问题 那这里面OCD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存在 那他顾名字叫做强迫症 但是英文的名字是来得更容易去理解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所以他有两个成分在里面 一个是Obsessive 就是一个强迫的思考 会产生一个强迫的行为 叫做Compulsive Behavior 所以这个后面我们要做详细的介绍 我们就针对这个几个大的疾病分类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谓的恐慌症就是会有一个重复发生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预期的恐慌症状的发作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经验到 比如说像喝咖啡或喝茶 如果咖啡因的浓度太高 他可能会产生类似恐慌的这种症状的感觉 比如说像心悸 比如说像容易产生一些焦虑的这个感觉 这是某些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 他会经验到这种症状 但这个症状其实是受到咖啡因的影响 所以他不能叫做恐慌症 恐慌症其实一个特色就是 他不预期的就发生这些恐慌的症状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人开车到这个隧道里面 他就因为这个幽闭空间的关系 产生恐慌的症状 这个其实并不是定义所谓的 panic disorder 不是定义的恐慌症 恐慌症必须是他完全不晓得 他下一秒钟会发生恐慌症 那才叫做恐慌症 我们有时候会把恐慌症 就是加上他有没有这些 agoraphobia症的发生 主要是因为有蛮高的一个比例 30到50 会有agoraphobia症状 合并的症状 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要 这个症状头里面就是要大家区分 什么叫做恐慌症状 跟什么叫做恐慌症 那恐慌症状呢 其实有分很多种 那其实包括像心悸 包括像这个冒冷汗 包括像手会发抖 或者是呼吸变得比较急促 那会有这种 甚至有恶心 类似等等的这些感觉 头晕的感觉 你会觉得胸痛 可能会有这些 热潮红的这些现象 那在认识功能上 可能会觉得 已经有控制不住的这种 快要死掉的这种感觉 那这会连带发生 有点像是这种 产生这种derealization 好像整个人已经没有办法 在维持这种现实意识的这种现象 那有的时候会有这种 progressors 会有这异常的这些知觉的发生 那这个就是恐慌症 然后会伴随症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症状的集合 那所以 当然最常见还是以这个心悸 手抖 或者是这种 觉得快要控制不了这种感觉 最常见的这几个症状 那如果这几个 这些焦虑的症状 其实如果太过头的话 就会表现在我们叫做GAD 用license anxiety disorder上面 所以GAD呢 其实跟恐慌症有点区别 就是在于说 它必须要主观上面去非常担心某件事情 那恐慌症状呢 其实通常说受到某些事情的诱发 或者没有任何理由就突然发生 它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变化 可能几分钟之内 就会产生恐慌症的症状 并且达到高峰 可是呢 GAD是一个比较慢性的 比较长时间 就是一直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 焦虑过头的一个程度 那 它连带就会产生一些影响 比如它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不安 比较容易躁动 那肌肉比较紧绷 睡眠产生改变 所以睡得不好 其实常常是GAD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 强迫症呢 就刚刚如同刚刚说 它分成两个component 就是 它有强迫的思考 叫obsession obsessive thought 然后产生一个对应的compulsive behavior 那什么是obsessive thought 比如说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手很脏 这是一个想法 觉得手脏是一个脑袋里面 反复出现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老是觉得这个家里的门窗没有关好 或者是门没有锁上 这就是一个想法 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常常就发现 你会担心那个门没有关好 这个窗户没有锁上这件事情 那有时候其实你明明已经关好了 可是这个想法就是 不由自主的在脑袋里面会出现 那包括像很常出现的这个 觉得手会脏也是一样 就是说 特别现在疫情的关系 可能很多诱发这个造育症 会产生一种重复洗手的这种现象 就是会觉得这个手好像 虽然已经洗了 可是就是觉得没有干净 所以这是一个想法 所以Obsension这个词 指的是强迫这个想法这件事情 那这个想法呢 通常我们没有办法 最强迫症的病人来说 他没有办法去忽略它 所以他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去抵消这个想法 所以抵消这个想法就是产生这个compulsive behavior 就是这个强迫的这个行为 那这个强迫行为 就会因为你要不断的去抵消那个强迫的思考 就会产生重复的这个强迫行为 所以对于这个觉得手脏那个想法来说 就会产生不断的洗手这件事情 对于担心这个门窗没有关好这件事情来说 你就会去重复去检查门窗有没有关好 那甚至有些病人会说 他每次看到这个路中的分隔岛 有一个不连续的事情 就是说经过一个路口分隔岛中断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定要回转的这个念头 那就要去做回转 所以强迫症呢 其实这个思考的面向也是蛮多元化的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定义强迫症 就是要从操作型定义来去区分 他是不是有一个强迫的想法 这个想法如果不去做这个行为 他就会变得很焦虑 所以因为他要去减少这个焦虑 他就会去反复的去产生强迫的行为 去抵消那个焦虑的这个感觉 这就是强迫症的一个精神 那通常强迫症呢 他的特别地方 就是他的跟这些 其他的这些妄想的地方 最大部分在说 他其实是意识到自己 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就是说强迫症病人通常都知道 自己不应该有这么强迫的这些想法或行为 但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会去产生这些想法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这个疾病很重要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他是归类在焦虑急患 而不是归类在这些精神病的症状 所以强迫症他其实除了是焦虑急患之外 他很重要就是他的治疗 也是用这个血清素抑制 这个再回收抑制剂 就是SSRN来治疗的 所以目前我们对于 腰医症的治疗跟优医症的治疗 其实都是同类的药物来治疗 那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所以刚刚说过 这个病人不见得一定是本身经历到这个创伤事件 他也有可能是看到或者是经验到这个创伤事件 都可以产生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所以当年的这个SARS 其实就产生了很多医护人的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那希望现在这次疫情就不会发生像当年SARS那样 对于一个比如说在疯怨的情况下 产生这种集体恐慌的这种现象 其实对很多医护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冲击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个重要的要件 就是必须他症状要持续超过一个月 那必须要明显这个症状的产生 那这个症状就包含了包括他这个创伤事件的这个发生 那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flashback 就是他常常是不管是在意识上 会突然想到这个创伤事件 或者做噩梦会经验到这个创伤事件 那都是这个创伤后症候群的一个特色之一 那也因为这个创伤事件 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 所以他产生很多压力相关的一个反应 包括这个睡眠的这些改变 包括这个很容易变的这个紧绷 注意力无法集中 那甚至会有这种就是startle response 就是很那种惊吓的反应 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刺激 就可能产生非常容易惊吓的这个变化 那个就是这个创伤后症候群的一个特色 那当然针对这些不同的这些焦虑疾患 其实目前都有越来越多的脑功能的这些研究 那看看他们到底跟哪些区域有关联 对于这个PTSD来说 他跟阿弥达的关联性就非常的强烈 所以对于这个阿弥达的研究 其实以及他怎么样去治疗PTSD 阿弥达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脑区 那另外呢 说对PTSD也对行为上有很大的影响 这病人呢他会试图要去回避他发生这个创伤事件的这个时间点 或者是地区 比如说他在某个地区就是发生车祸 他可能就每次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 那下一次就会去回避去经过这个地方 那他同时呢 状态压症候群其实也会跟忧郁症有很高的共病 就是很喜欢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 那个反复的压力 这个慢性的对创伤后压力的影响 就会造成对于这个 忧郁症的这个发生有很高的风险 那所以在动物实验上呢 我们就已经知道说 其实这些抗忧郁药 为什么可以治疗焦虑症 就是因为 那动物实验上发现呢 这个老鼠比如说在左边这个 高架的这个十字的泥弓上面 那个老鼠呢 如果在走到这个开放的这个 open arm这个区域呢 他就会变得比较紧张 他就会想要回到这一个中间一个有 这两个有这个保护的这个区域里面 那在这个给予这个抗焦虑药物的情况下 包括这个症静安眠药类 他就可以让他有比较多的这个时间 会停留在这个open arm的这个区域 包括如果某些老鼠 他有些基因型 会让他变得比较焦虑 经过抗忧郁药的治疗之后 他也就变得会比较不会焦虑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动物实验的这些 这些理解 就可以去验证这些哪些药物 可能对是作为这个抗焦虑的这个 一个治疗的一个target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anal model来帮助我们去 理解焦虑症这件事情 所以从右边这个图 可以看到 当这个老鼠给予这个 症静类的药的时候 他就可以增加 他停留在open arm这个区域的时间 反过来说 如果给他一个 这个刺激的压力系统的这个药 包括βcc 那他就会减少他在上面停留的这个时间 这个就是 焦虑症的一个动物模型 那另外呢 我们在安眠药上面 就多提一下 不是所有的正经安眠药类 都可以拿来做抗焦虑药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benzol打热制品呢 其实 它是gaba A receptor 这个一个可以结合的 那对于一般的 对于一般的这个 benzol打热制品来说 它对不同的gaba A receptor 其实都有这个结合的效果 但是呢 这个 只有这个gaba A subunit 1 这个unit才会有去有 抗焦虑等等的这些效果 所以 每一个bzd 确实有它取向的不同 某些bzd呢 它比较 偏向抗焦虑 而不是安眠 某些bzd 它是拿来作为抗癫痫药 那它作为抗焦虑的效果 就 以及抗 这个安眠效果 可能就本来不是那么的突出 那 所以 我们 后来的药物的发展 就是产生这个 另外一类药 叫Z类的药 Zobidin 这类的药 或Zopico 这类药呢 就是selectively 它就去影响 这个gaba A的这个subunit 1 这个subunit 那 它就只有这个噬睡的效果 它并没有这些肌肉放松的效果 但是在治疗上面就有很大的这个分别 就是 如果你 今天这个病人 他 纯粹是一个失眠的入睡困难的问题 他并不是因为焦虑造成的 你就必须要给他这个 这个助眠药 而不是抗焦虑药 那 特别是某些神经的疾患 比如说像是 这个 一些神经退化疾病造成的这些失眠 那 它就是比较适合使用这一类的这个 这个 負眠药来帮助他睡觉 而不是使用抗焦虑药 那 反过来说 如果他有呼吸中止症 你也不太希望 因为他有Mostal reticent的这个效果 他就 就不适合使用这个传统的BZD 那么必须比较适合使用Z-Date这一类药来治疗 所以这个是在药物选择上有一些分界在 所以 我们在治疗这个忧郁症焦虑症上面 其实不是只有利用这个Monoamide hypothesis 其实 Galba的这一个system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标的 所以总结起来呢 其实 这个 这个忧郁跟焦虑呢 其实 他 在这个身体 应该说 这个生理系统的影响上 不是那么直接 而 的 非常 绝对的影响 那 但是呢 他却对人的生活功能 有非常大的这个显著的这个改变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呢 以前呢 在 在治疗这些问题上面 比较不受重视 因为他并没有对生命产生立即的威胁 除了自杀以外 他对生命的这个 这个 这个品质上面 没有产生立即的这个威胁 可是 对生活的品质却有很大影响 所以是为什么 在 整个 医疗支出的消耗上面 其实 神经 精神疾病一直都是医疗支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如果减少这些神经神疾病的治疗支出 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 现在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医院跟医学呢 我们就越来越重视这个焦虑跟忧郁的治疗 那 但是 确实很多瓶颈要突破 就是 我们目前对于 焦虑症或忧郁症 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根据的一个办法 那 所以特别想到 其实不是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很多非药物的心理治疗也是很重要的 那 对很多病人也都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 那 所以 那不管如何呢 你要找到一个能够治疗焦虑跟忧郁疾病的一个终极方法 还是一个 我们脑科学里面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场课就是针对焦虑跟忧郁疾病做一个概率性的介绍 谢谢大家